好下面我们正式来观修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这里只是讲一讲 待一待 还最主要你们在这个做自己下去 一定要好好地串洗 我们的防腐的颠倒的这些习气的话 不通过这些修炼串息 它是不会改过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修 首先前行 我们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生与意 那么生药 首先就是说入做的时候 先在舒适的坐垫上 身心放松 稍加休息 然后做披露七法座 那么也就是 双足结金刚家福座 或者半家福座 双手结定印 泛于记下 身体正直 脊背端直 颈部稍微向前去 那就保证这个脊椎 它是正直的 地板 后掌 放松 双目 这个微微的 这个就是 向下 这样的 反向 舍底善恶 轻轻地接触 这个善恶 然后语药 也就是排九种构器 念元音咒 福音咒 元气咒 念翁阿红 倾尽自己的语言 那么首先 我们右手握金刚拳 压在右大腿根的动脉上 左手 就是说以三股金刚手印 按住左鼻孔 那么吸气的时候 观想 三十三宝的这些加持的 这个气 从自己的右鼻孔吸进来 然后 敷出的时候 就观想 从右鼻孔当中 就是说 敷出 就是五十一来 治他 众生以称心所造的罪业 以一种灰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面排 大家一起来排三次 接着 左手握金刚拳 压在左大腿根的动脉上 右手 以三股金刚手印 按住右鼻孔 从左鼻孔当中 首先吸气的时候 也是观想 佛菩萨 善食 的这些加持的 这个气 那么吸进来 然后 在排出去的时候 就观想 五十一来 是他众生以贪心 所造的一致之夜 以一种暗红色的气体 往外面排出 大家一起来排三次 接着 两手都握金刚拳 压在两个大腿根的动脉上 从两个鼻孔 这个就是说 吸气的时候 也是观想 佛善食向导的 这种加持的气 能够融入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排气的时候 观想 五十一来 自他众生以 痴心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一种黑褐色气体形象 往外面排 大家一起来排三次 好 去哪里面排在一个比较的 内容 海中 实际上 对 尽量 能够融入到自己的身体 来 再 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就是心药 也就是关系自己关修之前的发心是什么样子 假如是无际的心态 要把它转为善心 假如是恶心要彻底的舍弃 而善心又分为世间的善心和初世间的善心 那么假如是为了或者是治疗疾病 害怕破产 或者是害怕失去工作 甚至害怕多了恶趣 这个叫就位之心 或者是为了身体健康 家庭平安 工作顺利 然后升官发财 或者来世的人天安乐 这是善愿之心 这两种心虽然就说它是善心 但是还是在轮回当中跟解脱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也要舍弃 那么真正看破轮回是一个苦海 那么希求自己独自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以出力性设辞 修辞四地十六形象 十二元起 人我空性 最后可以胜得身闻圆节的果位 那么这个是初世间的善心 也是中世道的发心 那么它已经获得了寂灭七年的果位 但是的话一个是圆满的佛陀的功德 实力 事物位 十八不共法 这些没有获得 再一个的话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 其实即使我们在今生当中 我们自己希望离苦得乐 我们身边的父母兄弟 亲帮好友 他们也希望离苦得乐 那么只管自己 不管他人 这也不是一个孝顺的人 何况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 死死生生 生生死死 即使在巴掌大的地方也投生过无数次 上至天坛 下至地狱 没有一个地方没去过 没有一个身份没当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世都有一位自己的母亲 佛陀以他无漏的智慧观察 确确实实 每个众生都当过自己的母亲 我们现在在菜市场看到的这些鸡呀鸭呀鱼呀 猫呀狗呀 其实它们都当过自己的母亲 那么当母亲的时候 跟今生的母亲是一模一样 对我们恩生是海 那么我们就可以原今生的母亲来生起念恩之心 那么从母亲十月怀胎 这个就是说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们通过季代吸收母亲的营养精华才形成了这个身体 那么到分娩的时候 母亲也是九十一生 母子向中阴脉半步 除了河谷以外 前身都是散家一半 所以我们的生日也是母亲的苦难日 那么好不容易把我们生下来 这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德 生下来以后 我们口中无食 背上无依 使母亲精心的 这个用甘甜的乳子喂养 用身体温暖我们 有好吃的 好穿的 好用的 都会首先给孩子我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舍不得用 舍不得上供下食 舍不得给完整 完整操作 但是对孩子母亲什么都可以说 甚至当乞丐 乞讨了一点好的食物 会给孩子吃 那么 乞讨了一个好的 这个布料 会给孩子做衣服 然后为了养家福口 经常到外面去打工 做生意 甚至为孩子造很多恶业 所以的话 很多很多的老母友情 就是为了孩子我 造了恶业 那么现在已经堕落伤恶去了 那么这是母亲赐给我们财务的恩德 这个母亲也是我们世间的地位老师 从压压学语 学会爬 站 走 吃饭 穿衣 系携带 都是母亲教的 那么曾出世间 我得到响恶的人生 也是母亲给的 发起菩提心 也是依靠母亲为对境 师母念恩 慈心悲心 最后升起菩提心 所以对这样生恩厚德的母亲 我们一定要报恩 怎么报恩呢 看看母亲需求什么 其实母亲无非是需求快乐 哪怕是夏天的一丝凉分 冬天的一缕阳光 喝一碗热乎乎的茶的快乐 他也想去享受 但是看看他造了快乐的因没有 行车 食善业 对上师三宝 升起信心 守次亲近的戒律 升起这个出离心等等 他却没有造 所以入行论里面讲 众生欲得乐 悔乐如灭愁 他想远离痛苦 哪怕是手上站一个火星 脚下踩一根刺的痛苦 也不愿意感受 但看看他 却每天却在造痛苦的因 贪嗔痴 嫉妒 傲慢 食不善业俱全 所以众生欲离苦 反行痛苦因 所心所想 完全是背道而辞 就像一个盲人走向宽野 那么很快就会走向恶趣的深远 而跟母亲相比 我现在得到了狭马人生 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上知识 懂得了因果的取舍 只要静静 急身就可以走向解脱 所以 昔日母亲 把一切的胜利快乐 奋献给了孩子我 亏损失败 母亲自己取受 那么今天也是我 正是我报恩的时候 怎么报恩呢 就要拔除母亲的苦因和苦果 这个叫拔苦的悲心 给予母亲快乐的因和快乐的果 这个叫娱乐的慈性 而这种拔苦娱乐的责任 必须由助儿女的我来承担 这个叫真善意乐 所以我们就要向阿群康布 在前行备忘录里面 这样发愿 但愿我的老母友情 都能够远离一切苦因 贪嗔痴 这些烦恼和恶业 以及苦果 三恶趣的痛苦 以及轮回的苦 获得快乐的因 就是行之始善业 对三宝心 生信心 守之清净的戒律 和快乐的果 展示的人天安乐 就近的佛果安乐 如果我的老母友情 能够远离这一切苦因和苦果 获得快乐的因和快乐的果 展示的人天安乐 就近的佛果安乐 那该多好啊 我一定要让我的母亲 远离一切苦因 这个三毒的烦恼和恶业 以及苦果 恶趣的痛苦 和轮回的痛苦 获得快乐的因 守之清净的戒律 行之始善业 对三宝信心 生信心 和快乐的果 展示的人天安乐 就近的佛果安乐 也祈祷上世三宝 加持我早一点具备这个能力 那么信心念念 自言下 所以在行之任何善法的时候 就要发起 为了近虚空变法界的一切的老母友情 远离苦因苦果 获得救见的佛果安乐 我也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要好好来观修 我要好好来听课 我要好好放声 我要好好地修佳行 等等 这个叫做大乘的菩萨的发行 那么以这个菩提心设斥的上根 哪怕再小 它也会成为无漏的佛果之影 所以大家改造动机 我们行之三宝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以三书圣设斥 前面发心书圣 就要发起菩提心 中间无缘书圣 最后回向也是让众生 早日成就佛果 那么发完信以后 我们再要祈祷三十三宝 加持我们能够 遣出一切的为缘 获得修行的这些觉寿 在上师面前 在上师面前一心一意的祈祷 十番诸佛菩萨的智慧总极 根本上师如意宝宁 请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佛法融入我的心相续 遣除所有的迷乱分别 让我的修行能够圆满成功 最终获得无上的证悟 就像上师您一样 观修舍无量性的境界 在弟子的相续当中也能够生起来 以无比的感恩心 欢喜心 恭敬心 信心 一致自愿祈祈祷 妈妈一起来修一遍 上师余加 那快乐说 那肯刚我也 那妈也等 看处处乱 上师就等 把别给的那 大胆祝祝 给别家生气 那快乐说 那肯刚我也 那妈也等 看处处乱 上师就等 把别给的那 大胆祝祝 给别家生气 那快乐说 那肯刚我也 那妈也等 看处处乱 上师就等 把别给的那 大胆祝祝 给别家生气 大胆祂一生气 那一类生气 音把了 音把西备 当你的山 就等 成属的 大胆祂一生气 大胆祂一生气 因巴拉 因巴西北达尼德 神奇球德 神奇德 但当他一身见那 以来神奇 因巴拉 因巴西北达尼德 神奇球德 神奇德 阿 可得救更改大如彼岸 人当马可爱惜我爱了 有 佛弹家北达尼哈德 甚至枢渴毒忌拉 南巴尼祁语学路博尼 看珊子振扎道一气 出家辖赐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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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小妮起重忽莫美祖 染染的病歼得拉美色 阿 内轻日误贼 向可 释迦华 土吉 心 哪 亦 拉 门 君 美 盆 出 下 拉 手 花 大 君 吉 多 八 婆 八 心 吉 路 那君 肉 贼 相 可 释迦华 土吉 心 哪 亦 拉 门 君 美 盆 出 下 拉 手 花 大 君 吉 多 八 婆 八 心 吉 路 那君 肉 贼 相 可 释迦华 土吉 心 哪 亦 拉 门 君 美 盆 出 下 拉 手 拉 大 君 吉 多 八 婆 八 心 吉 路 好 下面我们正式来观修 舍无量性 潜行也是 皈依和发菩提心 大家自己皈依 发菩提心 那么正行就是修这个舍无量性 第一步的话 那么就是 失为 贪 倾 贪 倾 称敌 不合理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贪执亲人 嗔恨怨敌 这个是不合理的 随闻若光 观想 如今我贪执父母亲友等至方 嗔恨怨敌 病魔等他方 实际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怨敌也做过我前世的亲友 现在的亲友也曾经做过自己的仇人 这些都是不一定的 我们在漫长的盛世轮回当中一直流转 在流转的过程中 彼此之间做过亲友 也做过怨敌 在前面总的观龙回痛苦当中也讲过 众生曾经富为亲友 忠等人 怨敌 所以通过观察 亲怨不定 得出 对亲和怨是要平等的对待 不能贪亲称敌 这个大家示威一下 一个是观察自己现在的相续 我们是不是贪子亲人 成本原理 然后我们建筑 合不合理 应该怎么样对待 示威一下 好 下面我们再具体的 曾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来观察 亲怨不定 自立 首先 从前世 来视为观察 现在显现上的怨敌 其实 在晚习的生生世世当中 也曾做过自己的亲友 祝福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彼此之间是父亲父爱 和睦相处 共同为父 所做的饶意也是无法想象 这些怨敌肯定当过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他们做自己的亲人的时候 跟现在的亲人是一模一样 对我们极其疼爱 也给了无量的帮助 所以从这个角度 就不应该恨他 想想他当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是怎么样疼爱我吗 跟今生的父母一样 我们也可以承念恩 父母念恩的这个角度 想想 假如他当我的母亲 也是承十月怀胎 然后生我养我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舍不得用 一切都是给孩子我 那么对我无限的帮助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要感恩他 不应该恨他 不应该恨他 而如今被当做亲友的这些人 在以往的生生世世当中 也成许多 也有许多层层为自己仇人 而相互加害 这是一种因缘 也是一种缘起的规律 往往这些亲人 在过去是当过仇敌 妈妈妈妈 为了产债 又来当亲人 正如 阿大利亚尊者所看到的 口食腹肉打其母 怀抱杀鸡自怨愁 妻子啃食丈夫骨 轮回执法成熙有 口里面吃的就是自己父亲转生的鱼 打自己身边的这个狗就是母亲的转生 而过去的亲人 变成了自己口中的肉和缩大的狗 怀里面抱的的现在最亲的孩子 却是害自己前世的仇人的转世 那么成熙是看也可以看出 今生当中我们与父母有血缘关系 故他们对我们关怀疼疼 疼爱是无法想象 当子女遭受痛苦或不幸时 她们比自己出现的事情还要悲伤 实际上这全部都是惋惜相互加害的 树在作怪 就像赤松德杖 她是文殊仆子的画线 她对她的这个顽女 黎明公主特别的疼爱 公主死去了以后 她是这个特别的悲伤 那么这就是惋惜她曾经 把这个顽女的前世是一个毒风 把她打死了 这种命在树在作怪 所以现在就欠她的 就对她很贪执 好这个要再大家示威一下 一个是从怨敌过去做过亲人 亲人过去做过怨敌 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公案里面 在讲亲怨不定的时候 在前行里面像是讲过公案 还有一个公案当时佛陀 就来到一户人家 他们在吃一个鸡 抱着孩子 这个鸡就是她父亲的专世 孩子是她仇人的专世 还有这个什么自贡常识 古古怪怪古古 女肯母子骨 直打腹皮骨 牛羊看上座 六亲过离骨 那么妻子 儿子 娶这个孙子 其祖母 都是很颠倒的 好这个大家示威一下 前世 现在你特别恨了这个怨敌 观想她前世 曾经做过自己的 确确实实做过自己的这个父母 那么做父母说是怎么样疼爱我们 我们应不应该恨她 好 好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现实 那么就是说现实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感觉 例如你曾经跟你关系很不好的 有时候的话就说又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讲不打不成交 那么有的关系很不好的 即生当中就变成关系好了 或者即生当中自己的亲人兄弟姊妹也有变成怨敌的 所以如今也是这样 虽然你将他看成势不两立的仇人 可他不一定对你有害 或者你将他看成怨敌 但对方却没有把你看成怨敌 有时候因为一个小事情你恨他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即使对方他把你也当成怨敌 还可以成就我们的安忍波罗密多 从这个角度他们对我们的恩德还是很大的 所以增上我们修行的这个方面 他们对我们的恩德很大 换个角度讲 若对长期的怨敌能够随他的心意 也可以变成亲友 饶意自己 例如你通过各种方便投其所好 顺其心意 说一些温存柔和的话语 或者是主动向他唱鬼 遇到他主动的跟他打招呼 给他一个微笑 送他一点东西 那么鼻子之间也可以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 所以心生当中怨敌变成朋友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能有些经历过 有的你去尝试一下 有的这个特别是道友之间 就说我们要团结合合 有的时候你跟哪个道友有点这个怨敌的话 你就主动的给他送点东西 给他打招呼 那么一下子关系就和解了 相反 那么亲友之间有时候因为财层的分配 或者互相的争论 各方面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话 也可以变成最可怕的怨敌 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会断生在他们手中 子女若与父母关系融洽 当子女出现痛苦不快时 父母比自己还难过 为了为父子女 父母常常积累 滔天了大罪 到了后世 必然引入地狱 所以为了亲人 反而害了自己 我们看看我们做父母的养家福口 为了孩子去到外面打工做生意 做很多恶业 下一次只能堕落 就像木槿年的母亲 为了家庭最后自己堕落了 所以的话 父母很疼爱子女 往往为子女造很多恶业 从这点看 子女反而害了父母 或者虽然自己需求修持正法 却常常遭到亲友的牵连脱略 我们看看我们学佛 你家里人很多人反对 那么这个也是亲人对自己反而有害 要么父母舍不得子女 子女抛不下父母 那么相父依依不舍 包括我们跟亲人之间 特别的贪执 以此会耽搁你的修法 措施良尽 所以为了亲友 自己不学佛 不出家 这也是因为亲友障碍修行 这样看来 从自己解脱的这个层面 亲人比怨敌更有害 障碍我们走向解脱 大家再思维一会儿 你即生当中的怨敌 有没有变成亲人的 或者你自己去尝试一下 他可以变成好友 然后即生当中的亲人 有没有令自己的侄女不听话 或者自己的兄弟姊妹 为了财产又变成仇人的 那么说明亲和怨 即生当中也是不定的 好 思维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从今生的角度,亲怨也是不定的 再看看后世,那么将来也是这样 现在被认为是怨敌的人,将来可能会转身为自己的骨肉 就像赤松得战的丸女,还有怀抱杀几次怨敌 这个Gadalaya君者这里面,那么仇敌就变成了亲人 如今亲密无间的亲友,来世也许仇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敌人 就像自宫尝试的公案 女食母之骨 就是说前世是自己的母亲,现在女儿在吃母亲的骨头 儿子在打自己父亲,父亲转为一头驴,把他的皮剥下来做成骨 在打父皮骨 以前的牛羊,我们宰赛的牛羊坐在这里来喝酒吃,喝酒庆幸 而以前的六亲变成牛羊在锅里面煮 那么这都是亲变怨,怨变亲的公案 亲人当过怨敌,怨敌又变成了亲人 所以亲和怨都是不定的 如果将暂时今生的显现的怨敌,以职为实友 怀的贪嗔积累恶业,那么会成为恶趣的罪事 往往我们特别是没学佛 没学佛之前你看看 你一辈子就是为了扶持自己亲友,降伏怨敌 那么最后造了这些恶业,如影随形跟着自己 亲人和朋友过几十年都会死掉的 但是你为了他们造的业,却紧紧跟随自己 令自己永远不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 都会出现轻变怨,怨变轻的情况 所以轻怨是不定的 我们应该断除贪爱轻方 嗔恨自爱怨敌 观察轻怨平等之力 做到无有轻疏偏袒 对所有的众生一视同仁 生起平等之心 这个大家再视为一下 感谢观察 下面我们正式来看 观修这个熟练性 知道了亲和怨不定的这个道理 那么就道理上自己要知道 不能骗胆亲人 不能嗔恨怨底 那么观修首先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那些极其讨厌 总是深嗔恨性的对境 观想他曾经当过自己的亲人 就是说过去他肯定当过自己的亲人 将来也可以做自己的亲人 今生也可以变成自己的亲人 变成亲朋好友 那么慢慢慢慢观修 变成不撑不露 千方百戒修炼自行 在心里完全能够把他看成是 无力无害的中等人 那么也可以从刚才的 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来观察 过去他当亲人的时候是怎么样 当我的母亲的时候是怎么样耻碍我 那么今生我投其所好 也可以他变成我的亲人 将来他也可以变成我的亲人 这个大家示威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母亲的时候 当我亲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帮助我 那么维护我 所以我不应该恨他 那么今生当中我投其所好 我们可以变成亲人 来世他也可以变成亲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 做到了这一点以后 这个要反反复复的修炼 接下来再观想 这些中等人从无喜来 曾经无数次做过我的母亲 与现在的亲生父母是一模一样 在没有对他们生起这样平等的 持爱心之前 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观修 前面是第一步是变成无利无害 就是你不恨他了 这个时候你不但不恨他 还要在这个基础上 对他生起持爱之心 就像我们爱我们的父母 就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侄女 那么就是说 过去他也当过我的父母 他怎么样帮助我 过去他也当过我的侄女 那么这个也是应该怎么样爱他 所以的话就说 这个要进一步 对他生起慈悲之心 这个再观修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ěj 好到最后第三步 那么不管是亲人还是怨敌还是中的人 一切众生都要看作今生的父母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众生都当过自己的这个母亲 跟今生的母亲是一模一样 在没有生起平等性之前 务必要反反复复的观修 要平等的慈悲一切众生 那么亲人我们很容易对他生起慈悲心 怨敌刚才讲的 首先把怨敌变成中的人 中的人再变成亲人 然后这样最后对一切众生都生起平等的慈悲心 那么如果没有达到上面所讲的境界 那么单单对任何情愿既不生悲也不生称 只是平平淡淡的一种心态 这个叫愚舍 它不代表舍无量 不要修成这个样子 就是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很冷漠的人样的 对周围的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死无量心是一种平等的慈悲心 这个大家再思维一下 是什么 是什么 还是这个自己的 然而是 小说 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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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那么 好 记得 我们修这样的 史无量星修到的量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 史无量星应该像仙人布施一样 他宴请客人或者发放布施的时候 他不会看别人的身份 对高贵 卑贱 强大 弱朽 贤上 恶劣 高级 中等的 所有的人都无有差别的 平等的事实 那么同样 我们也必须对普天下 云云众生 大悲性的对劲 平等的相待 就想过 他们都平等的当过自己的父母 当父母的时候 对我们恩德是那么大 在这个过程中 有恩恩怨怨这些都是不定的 所以要慈悲心对待 在没有生起间的定解之前 应该一而再 再而三的修炼 那么观修的时候 首先以一个人为对劲 例如你前面找一个最恨的人 然后对他变成中等人 然后再变成亲人 然后在两个人 三个 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 修行的时候 范围就越来越扩大 最后静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 对此修无有贪亲称书的无缘大舍性 就是说 一个是最后扩整到静虚空的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的 就像对待父母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当过自己的父母 那么生起了这种慈悲心以后 再就是不缘 无缘大舍性 首先就是说 不缘这些众生 在一种无缘的 没有执着分别的境界当中 在安住 这个一会儿 这样反反复复的观修 其实菩提心修的好的人 能够做到情愿平等 那么在这一生当中也不是不能修 长期训练的话 这个心就慢慢慢慢可以变成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的心是有违法 所以下面大家 这个就是从一个慢慢慢慢变成多的 最后到静虚空变法 就这样修炼一下 谢谢大家 使无量心就是修炼基本的道理大家要明白 首先道理上明白亲和怨是不定的 那么以此就是说要减轻甚至消除自己 诚恨怨敌贪子亲人的这种心态 至少你比以前要减少一些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平等的观 一切众生都当过自己的母亲 当母亲的时候成知母念恩报恩 那么我们就会平等的对她升起慈悲性 那么最后真正升起平等的十倍心 就在不原的状况下 那么这个就是无原的舍心 大家回去好好地修炼 这不是一天两天修得成的 因为无喜来我们这种贪嗔之心是很厉害的 贪子亲人如废水 诚恨怨敌于烈火 所以必须要道理上明白 然后去创洗慢慢慢慢你的心才会变得平等 有了这个平等性的技术上 那么你再修此无量性 无量性就很容易升起来 不会有骗她 好 最后回向上歌 好 最后回向上歌 上师诸佛说成的 如是追上主大愿 我尽会向上歌 为得普贤书神情 愿我领域命中时尽出一切诸障碍 面见毕佛阿弥陀 记得万圣安罗仓 生生世世不离世恨世相永生发了 圆满地道功得以 没元素得尽感知